欢迎来到Power BI 资料分析 五十九号实战沟通书 这门课的学习目标有三点 第一,我会提升大家数位的能力 教导如何运用Power BI 的软件 第二,我会教大家商业分析的能力 课程中会带大家了解、垂直以及顺利式的思考方法 第三,我们会培养跨领域的能力 透过不同商业应用报表 教大家如何分析不同的报表内容 挖掘到多不差 这两课的讲师会有两位精神授课 第一位是为你阅读的执行长循述名Steam Steam过去承担了微软的资产业务经历 还有Inware等高科技公司付18年 历练过不同的业务单位的经验 他能从这些同财从托运而出的方法 就在于他如何利用资料去分析客户的问题 公司遇到的问题 并提供改善的建议 另外一位讲者是为你而读的客户经理Lawrence Lawrence过去承拨于全球百大金融服务业的 我们期望单位他擅长金融资料的分析以及业务 这次课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过去的经验 这本课主要有八个章节 首先我们会带大家了解商业分析的数据决策重要性以及趋势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了解Power BI和基础环境的认识 从第三章开始我们会教大家如何连接资料 举例Excel的档案CSV 并将不同的资料来源做一个整个建立模式 第五章开始我们会教大家如何把刚刚的资料 转换成360度动态的数据分析爆料 除了桌心版的应用 我们也会带大家认识Power BI、平坦环境和手机的一些工作应用方式 最后我们会透过三个分析的案例带大家了解如何解读商业的爆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